我们家邻居的树长到我们家这边来了 我老公说那不用捡回头我们来捡 是他家的那个树长到这边来 我现在在给菜园的菜下肥料 黄色的小番茄也好了 待会可以摘了 刚刚摘了一点番茄 这个是老师知道吗 我来自中国 中国 我今年23岁 我今年23岁 我23岁 这是我的自我介绍 那我想知道一下你的名字好吗 想了解一下你的名字 八岁 八岁 八岁了很棒 很棒 好 突进来度 白自日本 今年八岁 我知道了 有问题 举手提问 好一起说 举手提问 举手提问 第二个 第二个 按时上课 二十上课 很棒 按时上课 很棒 按时上课 好 什么 好 那你喜欢吃什么 答应 回答 炸鸡块 炸鸡块 我也喜欢 我也喜欢 好 那我们说 我喜欢吃 我喜欢吃 炸鸡块 炸鸡块 很棒 很棒 好 男孩 那你会说 我是 男孩 对了 我是男孩 很棒 很棒 好 你好 我是 我是玛丽 嗯对了 女孩说什么 你好 好 我是 我是 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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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了怕 我是乐乐 好 那我们来接下来 喜欢 那喜欢 你 说 我喜欢 猫 我喜欢 猫 嗯 你喜欢 狗吗 是 是 我喜欢 我喜欢 狗 那你有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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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好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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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我勉強 不是那些词 那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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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 我教她的时候 会生气的 我教她的时候会生气的 OK 什么意思 我和她们一起 我和她们一起 这些词 我现在不明白 我现在不明白 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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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很开心 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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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他们带我婆婆去吃了 母亲 这些是鸡肉吗 醬油 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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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了一一只吃酒 我给了一只吃酒 美味 好吃 好吃 酷子今呢 凄い 近日 日本的news 放送 我婆婆说 刚才日本的电视也放了 现在真的是 送我儿子他们来婆婆家 国内的这个新闻日本也很快就报到了 我婆婆说 看新闻里面好多人 好像还有人是因为 暴雨 也有人就过世了 天灾人祸感觉 这些电视也没有电视 可以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中日家庭的亚亚 今天录这个视频真的 心情挺沉重的 我这个人大家可能也感觉得出来 就是我比较要强 不会轻易哭的 我跟我老公在一起十那年 他也就只看我哭过一次 就是我妈妈老一血 突发老一血那一次 但就在今天呢我边看手机边哭 我一般比较忙 新闻看的比较少 早上一早呢看到 新闻有推送 河南大暴雨很严重 降雨量达到了千年一遇 我这才知道有的人 甚至因为这场天灾 失去了生命 后面我就在网上看了 很多河南目前状况的一些视频 有看到被困在地铁里的 嗯 水已经漫到成人的肩膀这个地方了 这种场景真的感觉 只有在电视里面才会看到 没想到现实中居然真的会发生 当时看到一位被困在地铁里的妈妈 哭着哀求 啊 救救她的孩子 她呢真的 心情太难受了 好在最后 大家都平安脱险了 有一位三四岁的男性被采访 说在外面联系不上河南的亲属采访的时候呢 失声痛哭 一个大老爷们不是遇到了真的难处 嗯 真的担心家里人是不会在镜头前这样痛哭的 看到我真的很想哭真的 心里很难过 还有一对父子被洪水冲走 爸爸在洪水中呢还死死的抓着儿子 不肯松手 那很少哭的我都抑制不住眼泪 因为我自己也有孩子 太能理解这位爸爸的当时的那种心情 就是那种时刻 自己有没有事不要紧 只要孩子能平安 哪怕牺牲自己都可以 一上午呢 我就都在家里刷新闻 视频看了好几个小时 越看越揪心 越看越难过 嗯 前面送孩子去公婆家的时候呢 公婆说 嗯 今天日本的新闻也有报道 中国河南现在大暴雨很严重 那我回到家以后呢 我就把我微信里面 河南的一些客户啊 朋友 都发信息问候了 问大家怎么样 有没有事 那庆幸的是 回复我的几位呢 都无恙 说郑州很严重 嗯 有几个目前还没有回信息给我 不知道是不是断网还是 没有信号还是什么 希望一切安好 有一个客户呢 他跟我说 大水快咽到他家里了 也报警了 嗯 还好他家是三层楼 现在他们都是呆在三楼 说一楼的东西 估计都要被水淹没 不能用了 嗯 这个时候 东西都是次要的 只要人没事就好 上午 我给一个在河南的好朋友 发视频 一直联系不上他 很担心 嗯 就在我录视频的前一会儿 联系上他了 他说是因为断网 嗯 这会儿刚连上网 看到我给他发了好几个视频 跟信息 知道我担心他 立马回复我了 真的是很开心 嗯 有种感觉 太好了 人没事就好 记得去年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呢 我当时特别担心我家里人 甚至有想让他们来日本待一段时间 那当时日本还没有出现疫情的 那时候呢 每天都会特别关注新闻的动向 担心家里人 嗯 真的可以说是 有的时候我吃饭的时候 都有点吃不下去的感觉 所以呢 我给一位定 现在定居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同胞发了短信 因为我知道他老家是河南的 他爸妈都居住在河南 我问他他爸妈现在怎么样 他说这几天他一直都在关注新闻 每天都和他父母视频 嗯 看看家里有没有怎么样 也道出了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子女的无奈 不能陪伴在父母身边 只能祈祷一切安好 虽然我不是河南人 但我是中国人 看到祖国有难 相信每一个跟我一样 身处在海外的游子呢 都会无比牵挂自己的祖国的 希望天灾快快过去 所有河南的同胞们都要注意自身安全 包括救援人员和消防官兵们 你们也要注意安全 你们辛苦了 洪水无情人有情 团结就是力量 河南加油郑州加油 天佑河南 我是亚亚 下期再见 拜拜